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镜头前面就是 今天第一只推介 现在下午4点 今早比较繁朗 所以到现在才推介 舊装五仔精弓 盾牌 都是停产款 而且是MIJ 日本製造的 这一只标 在精弓五仔来说 如果讲Sport的款式 我都可以说是 我都挺喜欢这款的 也是挺值得收藏 有几个原因 猪仔都喜欢这款款式 第一它的标径就不会太小 因为Sport的款式 第二就是它是用了钢圈 我觉得这个Bassel圈做得挺漂亮的 做了一个银色的不锈钢圈 通常这些Bassel圈 可以单向色潜水标圈 转动都会用平价入门级 都会用铝片圈 而这个用上了钢圈 而且是旧装精工五仔 所以特别吸引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它做了黑色的Dial 都是长青的颜色 银状黑 可以说在手标里面 都算是一个完美的配搭 除此之外 也有些细节位 在手标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你看到12、3、6、12、3、6、9的位置 都是Bassel做了凸起 有点像Brieling的设计 标圈的位置就是12、3、6、9的凸起 之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里做了光深的钢圈 里面这里也做了一条 粒坑位也做了一条抛光 变了更加有层次感 偎边的位置做了九雅坑的粒突坑打磨 12、3、6、9的位置 就是做了凸起一级的Bassel 接着做了不瘦铌圈 不瘦铌圈就比较耐壮一些 铝片圈花了就会外眼一些 不瘦铌圈就花了没那么觉眼 另外就是你看到它做了一个牙仔钉的野光 牙仔的野光 时分针加秒针加黑度 加上Bassel上面12点位置的点点 都大有野光 一起看一下 那野光呢 看一看 是不是世界级野光 看一看 为什么会吸引到猪仔 这个就是一个很光亮的野光 最重要就是它市场上罕见 因为它是Made in Japan 6点位置 看不见都写着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的这一只 也是有这家很流行的 中东文和英文交替的星期 中东文就 最近我们就要 大家对香港人都要学习一下 这个 我们是好客之都 就要学一下阿拉伯语 就是中东文 另外标冠的位置 就放在三点位置 也有少少护冠位置 比较Sporty的 做了护冠位置 标的相对性比较小 除此之外 细节位有点子那么少 还有一个日力边框 你看到它 做了一粒坑 跟着黑底白字的日力枪 还有一个金属边框 你看到它 做了一个日力的边框 另外呢 那个logo上面 你看到 有SEICO的logo 还有一个盾牌的logo 还有一个盾牌的logo 有一个盾牌的logo 都是做了凸起的字钉 这个也是个细节造工的处理 除此之外 还有 这个也很吸引珠仔的地方 它就不是蟹爪脚 但是呢 它的标脚的位置 也做了一些心思 你看到它做了拉丝 做了厄位 跟着这一部分就做了光身 这个同样都起了一级 做了抛光 这个标脚也有些独特性 有些个性的设计 好 标带方面呢 你看到 标带就做了一个波浪文的标带 这里有波浪文 波浪 防折手 做了一条胶标带 另外一头 先拿开个文章 标扣也有一些历史感 标扣是有一个SEICO的logo 做了浮雕字 做了波浪文的一个形状 还有标扣做了不受港针扣 做了行沙的 但是没有做SEICO的标扣 有幻就有这个特别性 那标扣就简单单 好 先看看标底 标底做了一个螺旋式锁的一个透视底盖 上面就写着了这个WATER RESIST 10个BAR的防水 然后写着了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然后写着7S的机身 7S36的机身 写着了JAPAN MOVEMENT 还有写着了日本製造 这里也写着了23石 做了透视底盖 但有一块胶膜 就不是花了 而且老实说 入门级的机身 就不会做太多的打磨 即是基础的打磨 但我自己觉得整体整个标来说 很漂亮 很值得收藏 也很值得拥有 一只旧装的精工武器 好了 教一下时间给大家看 7S36的机身 没有停秒功能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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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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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10小时 整支錶除了提前上述的優點吸引到豬仔之外 在重量和直徑上也吸引到豬仔 不算太重 讓大家看看 直徑的重量是87.6g 屬於比較輕身 至於直徑方面也是吸引到豬仔的地方 為什麼呢? 在很多舊錶仔、舊裝已經精工5仔 都是37M的錶徑 這隻就去到39點多 差不多40M的錶徑 直徑大一點 厚度方面12.4mm的厚度 而脖子就去到45M 其實不大不小剛剛好 40M的錶徑 以Sporty款來說都屬於小隻 但以斯文款來說 40M的錶徑不算很小 我試一下拼上豬仔14.8的手腕 先拉遠鏡頭給大家看 帶上豬仔14.8的手腕 銀狀黑挺有型的 還有它做了一個光身的鋼圈 我喜歡它做一個不鏽鋼圈 還有這個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轉去手感也很好 很Smooth 120K的單向式潛水錶圈 夜光也有超強夜光 整隻錶就做了100米的防水 可以游得水 戴上豬仔的手腕也不錯 尺寸也不錯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是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這隻是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這隻是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也要說一句 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尤其是日本製造 真的買一隻少一隻 如果聽到這裏心動的你 千萬不要猶豬仔推介 1080元 有原裝盒 有說明書 保用證 收據一年保用的 心動的你千萬不要猶豫 盡快找我吧 這隻是SEIKO 5Sport的 一隻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只有三隻現貨 心動的你 不要猶豫 盡快找我吧 否則再多三隻 我試試和供應商爭取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拿多一點 我相信很快會有錶迷 喜歡我的手錶 因為這隻是 我覺得很值得收藏的 一隻舊裝五仔 如果你問我 近年還找到 日本製造的舊裝五仔 這隻真的值得擁有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拜拜